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一谈 对男孩子的教育问题 提到对男孩子教育问题 我觉得 必须提到这个黄光玉这个人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呢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但他的每一次出狱假消息 都能搅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 他就是一代枭雄黄光玉 黄光玉当年到底有多厉害呢 商界教父与价格屠夫 就是当年人们对他的称呼 2008年 黄光玉第三次问鼎中国首富 公司营业额高达1200亿 而马云当年才30亿 刘强东还在为10亿销售额而发愁 万达的王健林也只是他的小弟 董明珠曾叫板他 结果格力电器直接被黄光玉 霸气清除国美卖场 有人说如果黄光玉当初没有做到 恐怕也没有马云王健林什么事 虽然过去没法假设 但萧雄回归 势必改变中国商业新格局 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通过刚才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黄光玉 他的文凭很低 但是他与我们一般男人 都有共同的东西 就是一个打 打非常砸 那同样根据他的生活的阅历 和他经商的经历 16岁开始经商 一路走来 那么一个男人 如果没有胆 他就没有承担责任的这种能力 没有胆 他就不敢放开手脚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我觉得男孩子 第一个是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狮 狮子的狮 虽然说黄光玉 他文化不高 但是我们不能说 他 这个修士 不好 应该说 他从这个 几十年的经商来说 经过很多次的磨难 他 这个经验的得来 很多时候是读书 所以他说 文凭 毕竟是重要的 但是读书 必不可少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段视频 咱们现场有一位黄光玉先生 这个我估计这样的话题 您的内心还是很有感觉的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是这样 文凭啊 我觉得口要口不要 读书肯定是一定要读的 也有种问过这个课题 就是说 我没有上过学 学生上的很少 那么这个企业为什么能做出来 我觉得呢 可能在这方面呢 我学习的方法可能 跟大家不太一样 我应该说 我看过的书 就是总本的书 先对讲是比较少的 分段看是比较多的 可能我整合的比较好 那么呢 我觉得呢 大家 真的就是说 到社会 你一天遇到东西是很多的 那么怎么去善用 怎么去整合 我觉得口龙对你创业是 非常有帮助的 不管创业好 作用也好 我觉得都是这样 咱们不要把这个话 给谈得太高深了 我觉得还是简单化一点 好 已经放开手 在孩子相对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放开手 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让他自己动手 让他自己动脑 去判断事物 而不是我们父母的 以为的包办过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长期在父母 或者是这个长辈的 庇护之下 对男孩子这个 成长 是不利的 所以说我们从 黄光玉身上看到那种 霸气 王者 之气 这个来源里 我相信 与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 一定是有关的 所以男孩子早期 在培养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交入 他的这个判断力 然后要放开手 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哪怕是错了 哪怕结果是失败的 也要让他有这种经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这个胆 是男孩子够努的 那反过来 如果男孩子没有胆的话 即使他的 后来考上很好的学校 有个很不错的工作 但是要想 重就一番事业来说 是很难的 因为 性格就令人的命运 那么对于胆小的人来说 他首先 对问题的判断 和对 做一件事情 他考虑的后果 他可能来说 不像 这个胆量大的人来说 能够放开去做 往往 会错过一些事迹 所以 所以 这个胆量 是非常重要的 在有胆的时候 一般能够 成就大事的人 他肯定有一定的学识 这个 他的知识 未必是从 学校 得到的 其实社会是个 大熔炉 学校 是学书本的知识 而社会 教给我们 很多的知识 是在我们的挫折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反复去 思考 反思 在 挫折当中 不断反省自己 所以说 挫折和苦难 是人生的老师 他教会我们 成熟 教会我们 对一件事物的认识 会有重新的一种看法 所以这个学识 应该说 对于我们 有胆的人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文凭 它未必是 很重要的 但是读书 思考 在社会上滚打 一定要学会 去反思 去总结 去总结 自己的失败 去总结 别人的失败 这样呢 为自己的 未来的一番事业 能够提供一个 很好的 反省 所以刚才我说 一个男孩子的教育 首先要培养他的打 然后 根据他的 在学校 学业的情况 在进行人生的 规划的时候 在从他的 这个知识方面 进行 后期的培养 再进行人生的 我素质 是 我素质 是 为自己的 我素质 能够 我素质 这个 读买